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又帶大家來看牛 今天要看的牛,其實就是一部牛 大家一大都看完 雖然它的面積不大,大概是十多米左右 但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說吧 首先跟大家說說 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雖然只有十五平方米 但是它竟然可以讓兩個人一起入住 所以來說 這裡會比較適合留學生 因為其實這裡附近都有很多這些人文學校 這裡有一個露台 可以讓你們曬一下衣服 還有它有什麼特別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在日本 雖然可以養寵物的宅宅不多 但是它這裡是給你養寵物的 然後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廚房 它也有很多收納的功能 廚櫃都比較多 那這個主食的地方 它也是比較寬的 也挺方便的 那我們看看浴室 那我們看浴室的時候再說說 這裡大概是三萬五千日圓一個月的 那這個管理費是三千日圓 水費單是二千日圓 那說的是這房間一個月是四萬日圓的 那如果你有兩個人入住呢 那就是多兩千日圓這樣 那就是四萬兩千日圓這樣 那好啦 那今天我們看呢 就大概看著這麼多 那我會在這段影片裡面 再放一放其他不同的模特兒房 給大家觀賞一下 那大家看完覺得怎樣呢? 那我們的模特兒房都做得挺漂亮的 那這房間其實還有很多空置的房間 是給大家可以租的 那如果你有好笑過來日本 體驗一下生活的話 那就記得找回我們的partner 記得看我們的youtube description吧 那再多謝大家一次 和我們一起去看樓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讚 謝謝 下次見